今天我们来谈论到这种O1S 亚洲病 患者是下颚 需要做一些人工指甲的一些处理 那在治疗前的时候 其实他的牙龈发炎 而且牙齿有蛮多的一个动摇 然后呢 他上颚下颚 分别都有一些严重的一些亚洲病 需要去做一些处理 那治疗前的时候 他的下颚呢 其实是有一些缺牙的一些问题 那下颚的的话 我们就必须做一些直牙位的一些决定 从电脑断层上来决定 那决定好之后 我们就帮患者做一些直牙 那这是一个倾斜式的一个直牙 画面稍微比较血腥一点 所以我们总共做了四肢的人工直牙 那这是直牙后的一个 全口的一个S光片的一个照片 那我们就立即帮患者再次印模 然后去做临时假牙的一个印模的情况 那临时假牙的时候 患者就做了临时假牙 那太多的地方 我们临床上再把它修掉 那这是临时假牙的一个S光照片 我们把四肢子体稍微固定起来 那隔日的时候 我们临时假牙就整个开始装上去 那患者就可以立即恢复它的美观与功能 那经过六个月以后 我们再把下额做精密的印模 那所谓精密的印模 必须做一些断点处理 然后再接着把这些地方 再用素质再焊起来 那这样子的印模 这个子体的位置就会非常的清楚 那这是咬合器上 我们去制作一些假牙 那这是下额的一个蜡牙的一个部分 好 这是完成之后口内的照片 那患者呢 整个美观与功能就可以维持的蛮理想的 然后下嘴唇的支撑也要足够 那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美观 那这是微笑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他这样子微笑的时候 效果就还不错 然后这是治疗后的一个S光 那整体上的那个 都符合一些血素上的一些标准 好 那车是素前 那一直到素后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些缺氧就很有效的 有了一些改善 所以O on S的时候 其实对于全口无牙的患者 其实有蛮高的一个帮助 但是呢就是牙医师 其实必须在手术 或者一些应付 都做相当的功课与努力